各种毛皮 国王久久得不到安慰 也没想过再娶一个妻子 最后他的大臣们说没办法了 国王必须再娶 这样我们才能有王后 于是使者们四处奔走 寻找一位美貌于已故王后 不相上下的新娘 然而在整个世界上 一个也没有找到 即使找到了 也没有人拥有如此金色的头发 于是使者们就这样回家了 现在国王有了一个女儿 他和死去的母亲一样美丽 也有一头同样的金发 女儿长大后 有一天国王看着他 发现他在各方面 都像他已故的妻子 顿时对他产生了 强烈的爱慕之情 于是他对他的大臣们说 我要娶我的女儿 因为他和我已故的妻子 一模一样 否则我找不到 和他相似的新娘 议员们听后大吃一惊 说上帝禁止父亲 娶自己的女儿 这样的罪行 不会有任何好处 王国也会被卷入灭顶之灾 女儿知道父亲的决定后 更加震惊 但他希望能让父亲改变主意 于是他对父亲说 在我实现你的愿望之前 我必须有三件衣服 一件像太阳一样金黄 一件像月亮一样银白 一件像星星一样明亮 除此之外 我还想要一件 由千百种毛皮和头发 拼接而成的袍子 你的王国里的每一种动物 都必须为他献出自己的一点皮毛 但他想 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就能让我的父亲 改变他邪恶的意图 然而国王并没有放弃 他的王国里 最聪明的少女们 必须织出三件衣服 一件像太阳一样金黄 一件像月亮一样银白 一件像星星一样明亮 他的狩猎者们 必须把整个王国里的 每一种动物都抓到一只 然后从他身上取下一块皮 用这些皮 做成一件有上千种毛皮的蔓掌 最后 一切准备就绪 国王把曼子拿来 在他面前摊开说婚礼明天举行 因此 当国王的女儿看到 再也没有任何希望 能让他父亲回心转意时 他决定从他身边逃走 夜里 当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 他爬起来 从他的宝藏里 拿出了三样不同的东西 一个金戒指 一个金纺车 和一个金卷肘 他把太阳 月亮核心性的三件衣服 装进了一个果壳里 披上了各种毛皮的斗篷 用玫瑰把脸和手都寻黑了 然后 他向上帝忏悔 走了整整一夜 一直走到一片大森林 他累了 就钻进一棵空心树上睡着了 太阳升起来了 他继续睡 天亮了他还在睡 碰巧 这片森林的国王 正在森林里打猎 当他的狗走到那棵树下时 吃的一声 围着树狂吠起来 国王对狩猎者说 看看是什么野兽 藏在那里 狩猎者们听从了他的命令 回来后他们说 空心树上 躺着一只奇异的野兽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野兽 他的皮是千奇百怪的毛皮 但他却睡着了 国王说 看你们能不能活捉他 然后把他绑在马车上 我们就带他走 当狩猎者抓住少女时 他惊醒了 哭着对他们说 我是个可怜的孩子 被父母抛弃了 可怜可怜我吧 带我走吧 他们说 阿勒莱拉 你在厨房里会有用的 跟我们走吧 你可以把灰烬扫干净 于是他们把他送上马车 带他回了王宫 在那里 他们只给他看楼梯下的一个壁橱 那里不见天日 他说 多毛的动物 你可以在那里生活和睡觉 然后 他被送进了厨房 在那里 他搬柴丹水 扫炉灶 把鸡毛 摘菜 爬灰 干了所有的脏活累活 阿勒莱拉在那里 过了很长时间的凄苦生活 爱 美丽的公主 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 宫殿里举行宴会 他对厨师说 我可以上楼 去看一会儿吗 我就站在门外 厨师回答说 可以 去吧 但你必须在半小时内 回来打扫炉灶 然后 他拿起油灯 走进自己的书房 脱下毛皮衣服 洗去脸上和手上的烟灰 这样 他的美貌又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 他打开坚果 拿出像太阳一样闪亮的衣服 穿好后就去参加庆典 大家都为他让路 因为没有人认识他 都以为他是国王的女儿 国王来迎接他 向他伸出手 和他一起跳舞 心里想 我的眼睛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人 舞蹈结束后 他向国王醒了屈膝里 当国王再回头看时 他已经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 他去了哪里 王宫外的卫兵被叫来询问 但没人见过他 然而 他跑进了自己的小窝 迅速脱掉衣服 把脸和手 重新染成黑色 戴上毛皮手套 又变成了巴勒莱拉 现在 当他走进厨房 准备开始工作 把灰烬扫干净时 厨娘说 别管他了 等天亮了 再给我做国王喝的汤 我也要上楼去看一看 但不要让头发掉进去 否则将来 你就没得吃了 于是厨娘走了 阿勒莱拉为国王做汤 她做了面包汤 和最好的东西 汤做好后 她从小窝里 拿出她的金戒指 放在盛汤的碗里 舞会结束后 国王把汤端了上来 她非常喜欢喝 似乎从来没有 喝过这么好的汤 但当她吃到碗底时 却看到一个金戒指 躺在那里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金戒指 怎么会在那里 于是 她命令厨师 出现在她面前 厨师听到命令后 吓坏了 对阿勒莱拉说 你肯定是让一根头发 掉进汤里了 如果是这样 你会因此挨打的 当她来到国王面前时 国王问是谁做的汤 厨师回答说 是我做的 但国王说 那不是真的 因为汤比平时好喝多了 而且煮法也不一样 他回答说 我必须承认 不是我做的 是野兽做的 国王说 去叫她上来吧 阿勒莱拉来了 国王问 你是谁 我是一个 无父无母的可怜女孩 她又问 你在我的宫殿里 有什么用 她回答说 我什么用处 也没有 只能让人把靴子 扔到我头上 她继续问 你从哪里 得到汤里的戒指的 她回答 我对戒指一无所知 于是 国王什么也不知道 只好又把她打发走了 过了一会儿 又举行了一次庆典 和以前一样 阿勒莱拉祈求 厨师允许她去看看 厨师回答说 可以 但半小时后再回来 给国王 做她最爱喝的面包汤 然后 她跑进被窝 迅速洗漱完毕 从罗姆里 拿出那件像月亮一样 荧光闪闪的衣服穿上 然后 她走上前去 像个公主一样 国王走上前去迎接她 并未再次见到她而高兴 舞蹈刚开始 他们就一起跳了起来 但当舞蹈结束时 她又迅速消失了 国王看不清她去了哪里 然而 她又窜进了自己的巢穴 再一次 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多毛的动物 然后走进厨房 准备面包汤 厨师上楼后 她取来了小金房车 把它放在碗里 让汤盖住它 然后 端给国王 国王吃了 和以前一样喜欢 又让厨师端来 这次厨师也不得不承认 汤是阿勒莱拉准备的 Alene Rowan 再次来到国王面前 但她回答说 她除了能让人把靴子 扔到她头上之外 什么都不会 而且 她对小金房车 一无所知 当国王第三次举行节日庆典时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厨师说 相信我 粗皮 你是个巫婆 总是在汤里放东西 把汤煮得这么好 国王比我煮的还喜欢 但由于她苦苦哀求 厨师还是让她在规定的时间上去了 现在 她穿上了那件像星星一样 闪亮的衣服 就这样走进了大厅 国王再次与美丽的少女翩翩起舞 觉得她从未如此美丽过 在她跳舞的时候 她趁她不注意 把一枚金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 舞蹈结束后 她想紧紧拉住她的手 但她正脱了她的手 飞快地穿过人群 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她拼命跑进楼梯下的小窝 但由于时间太长 已经待了半个多小时 她来不及脱掉漂亮的衣服 只把毛皮大衣披在了身上 由于匆忙 她没有把自己弄得很黑 但有一根手指还是白的 然后 阿勒莱拉跑进厨房 为国王煮了面包汤 趁厨师不在 把她的金卷肘放了进去 当国王在汤底发现卷肘时 她叫来了阿勒莱拉 然后她看到了那根发白的手指 看到了跳舞时 戴在手指上的戒指 然后 她抓住她的手 紧紧地抱住她 当她想松开自己逃走时 她的毛皮漫长打开了一点 星群闪闪发光 国王紧紧抓住毯子 把她撕了下来 这时 她的金发闪闪发光 她站在那里 光彩照人 再也无法隐藏自己 当她洗净脸上的烟灰后 她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美丽 国王说 你是我亲爱的新娘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的于是 他们举行了婚礼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去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